是 哈囉大家好我是元祺 今天的這支影片要來教你們怎麼畫三式圖 所謂的三式圖就是我們畫好一張圖的正面之後 再去畫出它的側面跟背面 這個側面跟背面跟正面全部加起來 也可以把這個圖繞一圈 就是變成一個3D立體的圖像 這個技能會用在哪邊呢? 像我最近有做一些立體的玩具 那我就需要去畫出這個角色的三式圖 然后交给3D师去把它做建模 然后做出这个立体的商品出来 那除了要做商品之外呢 我觉得练习画三四图的这个技能也是蛮实用的 尤其是对我们空间感的训练 所以如果你是常常画图的时候 只要稍微转一点点角度 你就被当机 然后不知道怎么画出来的人呢 也可以去练习画一下三四图 那在我们画图的时候 很常会需要找一些参考资料嘛 那有时候也不一定可以找到 完全就是符合我们需要的那个角度的参考图片 那这时候如果就是有这个空间感的话 我们就可以比较好在看到物品的某一面的时候 去想象它换个角度换个方向 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对我们平常画图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学画三四图的话 就一起看下去吧 就先画一个站着 站着的角色 然后可以让他的脚有点这样子张开 然后让他的手也往上举一点 像这种满头人的画法画出这个角色大概的动作 然后我们把它画成一个穿布偶装的人 这样就不用花太多的心思去画那些人的五官啊 头发之类的 然后穿一件熊熊的布偶装 那身体的地方就可以让它胖一点 中间这些用不到的线条可以简单的擦一下修饰一下 那头的话让它有一点歪这边 好草稿画完之后呢我们新增一个涂层 把草稿的透明度调低 然后上面这个涂层来描他的线稿 选一个干式墨粉的这个笔刷在琢磨里面 就描出他比较精确一点的线稿 好这样就完成了这支熊的线稿 那如果你想要再给他加一些细节的话 比方说一些缝线之类也可以再加上去 然后下一个我们先来画他的背面 那画背面的方式呢 我们就把这个线稿复制 然后下面这个是正面先取个名字 这个是背面 那背面的线稿我们可以按这个按钮 然后把它水平翻转 这个就是背面的轮廓 那现在就是要把中间里面的这些线条 拆成它的背后 所以就先把中间这些都拆掉 那再来我们就来画一些它的细节 比如说像耳朵的这个线是可以留着 然后整个后脑梢都会有一条封线 那它的后面颈部这里 就不会像下巴一样会那么凹进去 所以这边的线条就把它变短一些些 再来是脚的部分 现在这个脚是往前踢的脚 那我们要把它改成是往后面的方向踢 那就把中间擦掉 然后外轮廓都不要扁 把这里改成这样子 就是腿在这边 然后脚长在后面 下面这只脚也一样 看这样子 然后加一个尾巴 好那这样背面就画好了 那再来就要进到比较困难的 就是正面要把它变成侧面了 那我们先把它画布放大一点点 因为旁边要画一些辅助的线条 会比较好看懂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找一些它的部位的 可以对齐的地方 比方说最外面 就这样子往上拉 最外侧手这边往上拉 然后脚也拉一条 脚这边可以看到它是又更外侧一点 然后再来是往内一点 是它的脖多的边缘 然后这边是它的脸的边缘 跟耳朵的边缘 像这样拉了几条线之后呢 我们在它的正上方画出 由上往下 就是看它的头顶的这个角度 那先看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就是它的整颗头的宽度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边其实头会进来一点点 这里再拉一条好了 头大概到这边 就是这个宽度 我们就画个圆 然后再来是这个是它的耳朵的位置 那这里也可以再拉一条线上来 反正就是一直找到可以对齐的点 然后往上拉直线 这个是它耳朵的位置 如果觉得有点乱的话也可以再整理一下 然后是它的手 这样子 然后这里也是它的手 到这边 然后再来是它的脚 那脚要画在什么位置呢 它这个脚是有点往前踢的 所以要比它的手再往前一点点 这样大概就是它的脚 然后就接着画出下面连接的腿 那另外一只脚这样看起来就是几乎会被头挡住 那这里比较难的应该就只有这只伸出来的脚啦 其他的耳朵这些位置都还算好抓 然后头顶 头顶这里也可以抓一下 然后再来是眼睛 还有鼻子 好那这边呢 一样把它操稿透明度调低 然后我们来画个线稿 耳朵的话 这里可以给它加上一点点的弧形 就是正面会比较凹进去一点点 好这边刚刚有一条线没有画到我们可以切回来超高这个涂层 那就是它的腋下这边大概到这里 所以这只手进来画到大概这边就好了 然后是它的身体 跟脚 那这样就有它的正上方这个角度了 那有正上方之后呢 这个可以复制它 然后往右边移动 再来就是要画它的侧面 那这个移过来之后就把它旋转 转成这样 变侧面 好我们新增个涂层要来画草稿 侧面的草稿呢 就是要画在这边 那一样用刚才那个画线的方式 我们会从正面的这个画线过来 然后跟它的头顶的这个画线下来 然后去找出它的侧面长什么样子 那在拉直线的时候就这样拉一条过来 然后一根手指压着 它就会是一个很直的直线 那这个就是它耳朵最高的地方 头顶的高度 那这个也画下来 然后下巴 好这样就找出它的头的形状了 那鼻子这里也可以画一条过来 这边就是鼻子吐吐的地方 然后头顶 耳朵 然后再是它的手 手掌大概在这里 然后它的耳骨 盖子窝在这边 手的后面 这样子觉得线条有点乱的话 整理一下 这边会画很多很多的辅助线 再来就是身体 它的肚子 在这边 那后面屁股的地方看不到 所以就简单 大概抓一下就好 反正就是不会超过它后脑勺的这个 这个线条的位置 身体的长度 到这边 然后这是它的 脚 脚抬起来 这样子 然后跟另外一只脚 那尾巴的部分 来找一下刚才背面的这张 然后一样画线过来 它就知道尾巴的位置了 那这个一样透明度调低 然后上面新增的涂层 再来瞄线稿 它的这只脚会比较外八一点 所以这边稍微修一下 变这样子 好这样就有它的左侧了 那再来是它的右侧 这边再把画布放大一点 那这两只呢 可以 好 设为裙组 然后复制它 我把整个复制的裙组移动过来 然后 上面头顶的部分把它转过来 这边就不能直接用水平翻转 要用这样子旋转一圈的方式把它转过来 然后下面这个可以先水平翻转 就一样先把它的耳朵这里擦掉 这个上面耳朵还是会露出来 然后脸的部分擦掉 那肚子的话 不会擦太多 手等一下会调低一点 等一下再画线去对齐 然后两只脚 我们来把它交换 然后把内侧都改成外侧 好 再来画几条辅助线 首先是手的部分 然后耳朵 这边就可以把整只手往下移动 然后画出它这边的耳朵 然后嘴巴的高度 因为它的头有点往这边倒 所以这边可以稍微看到一点这个缝线 最后把背面移出来 好这样就这只熊每一个角度的样子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三世图教学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果你有按照这个影片的教学去画出你自己的三世图的话 也欢迎发在社群上面标记我让我看到哦 那我们就下次见啦 拜拜